各位觀眾 十一號晚間七點多 在臺中市北區是傳出了槍響 根據目擊民眾表示 當時以為是鞭炮聲 沒想到竟然是有人當街開槍 隨後駕車逃逸 最新的偵辦進度 現在聽一下警方怎麼說 警方初步調查 開槍原因疑似就是感情糾紛 當時嫌犯一下車 就在女友家門前叫囂 接著對空鳴槍 目前仍在逃逸當中 幸好沒人受傷 警方在現場採證 也找到了嫌犯遺留下的蛋殼 至於開槍的是誰 警方也鎖定一名二十七歲的黃姓男子 而他的女友 目前也被帶回警局製作筆錄 全案成立專案小組全面追棄當中 www.backward 攻擊 提供